中日偶像劇 高消英雄傳 開播至今到了第四集 快節奏的劇情展開 包含了許多愛恨情仇 每個小細節鏡頭 都藏有不為人知的角色情緒 男主角陸大祥在前兩集 爆裂個性就速速被可欣老師收服 不就很完美了嗎 你幹什麼 你到底是來打人還是來教書 英文比賽 是我們八八爺嗎 哈哈 那只是一個游泳 我管你是什麼游泳 還是放 放 你知不知道我是用了多少尊嚴 換一個你能回學校的機會 你幹什麼 我沒有求你幫我 我不要想 你冷靜一點 大祥不僅一見鍾情眼前的佛姓女 大祥不僅一見鍾情眼前的佛姓女 還意外導致可欣老師與男友分手 趁虛而入 不在此時更待何時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可欣的男朋友對吧 我是 我是老師 你請我解釋一下吧 請客 請客 好 大家回家 跟他 等一下 等一下 不用讓肥力氣在這個游泳身上 他是韓國已經有信賴的 什麼意思 你忘了我是釜山大學體育系 把力氣留下來 好好對可欣老師就可以了 可欣 你會和喬治分手 都是由於我的入魂 在這 生命的最後倒數計時間 我真誠地 請求 你能遠戰 請你原諒 請你原諒 不要再談了 我用 治療失戀女生的方法 當成關鍵字搜尋過 出現最多的文章 就是帶她去購物 購物 能夠只好失戀的痛苦 所以我們就來到這了 所有你看到喜歡的東西 都可以帶走 我付 所有你看到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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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帶走 我付 好 可欣老師 如果 這一次 發搬贏的話 可以 陪我去開車兜風嗎 我的村 不是 她的教育都說 要用鼓勵代替哲媽媽 你這個時候又相信她的教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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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應你啊 太好了 大翔教練如果可以跟可欣老師 走在一塊 給好馬吉P哥的大紅包 可不能少 因為原本收服爆裂男的福幸女 漸漸也心動啦 現在情況不一樣嘛 哪裡不一樣 可欣 我剛剛經過這裡 想說被驅逐出場的教練正在 你看 我還買了甜甜圈 加油 打氣喔 妳喝酒了 喝酒 我沒有喝酒 甜甜圈給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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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應該要送她回家 不用 因為她根本就不是來慰問妳 她是來問妳是真的喜歡她 還是只是想跟她玩一玩 完了 終於又到了那個階段 唉唷 看看這幾分鐘下來 標題直接可以改成大翔的球外避勝手冊 等等 有沒有避勝還很難說 好 伯父晚安 可欣晚安 先走了 拜拜 等一下 回來 男孩送女孩回家 就落荒而逃 只有一種情形 那就是遇見恐龍妹 我說的是 做了什麼虧心事 我沒有做虧心事啊 好好和我女兒到晚了 這是尊重 明白嗎 明白 老爸 對了 不許吻別 房地 教練跟妳說 別煩 只要有我在 再難過的關 都會過 好噁心喔 請收起你們的懷疑 仔細想想 教練也可能是被霸凌的人其中之一 可憲老師 你不用幫我說話 因為我真的在跟方地談戀愛 你怎麼沒有跟我說這件事情 你現在是以情緒副導師的身份在跟我 還是 你怎麼可以玩弄女生的感情 是玩弄房地的 還是妳的 我的 學生 這哪出啊 一個風回路磚 嚇到可欣老師差一點頭髮變卷 原來大祥只是為了找出霸凌的學生 而想出的極端方法 大星戀可以繼續期待下去啦 完全娛樂 教練好搶手 整理報導